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叫大洞山 反正就是比一般的 大家所看到的阿里山日出更加強 我們在一位洋山坡 對洋山坡 整個大滑的 地上都是落葉 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他偷懶都不行 想說可以走捷徑到登山口 結果這沒辦法 你太誇張了吧 看那邊啊 對啊 有夜景耶 是滿滿的大平台 這時候我們看過那麼多日出以來 第一次還犯水著夜景 對 對啊 你也是帶我們來真的都是 我推薦的店呢 絕對不會錯 山上能排隊的蠻特殊的 我們大家都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便當 便當嗎 但是我這麼愛吃甜點 我通常第一站就在這邊 百年檜木甜甜圈 它不是用炸 它是用烤的 烤的 對 那甜甜圈它是有點酥皮這樣子的感覺 有點像千層這樣 所以它烤的時候 它表面會有一個焦糖化 所以會特別的香 姐姐好 姐好 好香喔 正希的看 因為我們真的賣完就沒有了 超級脆 而且也不會太甜 對 跟一般外面的甜甜圈比起來 它算是非常口味適中 而且又有口感 吃這個檜木甜甜圈要分成兩段 第一段就是剛烤出來熱熱的時候吃 那個吃起來口感 軟香再一點點的脆 因為阿里山這邊比較涼快 你稍微放涼以後 它就變成脆跟軟的口感 那個層次 變高了 是 那個層次很好 我們這個甜甜圈的起酥皮 現在都在裡面發酵 阿里山的溫度跟濕度 其實讓它擺這邊很適合發酵 所以你真的這樣吃 可以感受到它這個甜甜圈 本身那種麵糰的味道 而且多餘的油脂 會在烘烤的時候這樣留下來 阿里山日出是聞名於世界 但是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 聽說比阿里山日出更厲害 不是住山吧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叫大洞山 反正就是比一般的 大家所看到的阿里山日出更加強 可以說是2.0版本 現在因為要散播 對 都散播 整個打滑了 地上都是落葉 所以我們打算先下來讓車子的 重量變輕 我先擋起來了 沒有 先拉散 上了 上了 現在換另外一台車打滑了 那有人幫車幫你踩起來 上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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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 辛苦了 還好有人啦 想要偷懶都不行 想說可以走捷徑到登山口 結果這沒辦法 老天爺還是要我們爬山 現在幾點 看來喔 4點21 是的 沒錯 正在往日出的路上 潛心 可以啦 500公尺算 太誇張了吧 到那邊了 有夜景耶 是滿滿的大平台 這時候我們看過那麼多日出以來 第一次還伴隨著夜景 對 對啊 而且這一條山線勾勒得好漂亮 對啊 準備了 準備了 要抱出來了嗎 它已經遲到三分鐘了 遲到三分鐘了是不是 應該是它賴床 為什麼 我們以前不是都到阿里山看下去 阿里山那邊海拔是2400多很高啊 我們是高點往下看 那因為它給我們的日出時間是 太陽出我們那個海平面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相對低點 因為這邊才1900 1976快2000啦 所以我們是在比較低的地方看那一頭 前面的高山擋住 所以你會發覺奇怪 我們一般看得出是一個光點上來 但是這邊是整條線 出來出來 有有有有 出來了 有 升起來那種感覺有沒有 哇 我們也開始變黃了 哇 有耶 有了有了 哇 這根本就很幸福 超幸福的 好溫暖 手心點手心 心點心